10月31号 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多位台湾媒体人受访时表示 在如今的两岸关系下 两岸媒体更需加强联系 展现真实的大陆以及两岸友好交往的经历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民心相通 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极力推行去中国化 以达到文化台独之目的 与会嘉宾认为 真实的历史无法被篡改 更无法切断两岸血脉相连 文化相通的事实 两岸之间 中华民族是历史不能被扭曲 不能被掏空 因为民党想信办法处心激励 在台湾就要进行文化台独 没有中国历史作为内容的台湾史 是虚幻的 是虚假的 是虚空的 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的脉络 历史是真实的 是没有办法篡改的 台湾人绝大部分的祖先都从大陆过来的 可是他不会垄断台湾的媒体的内容 那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 他去推动这件事情 我们就认为这事情做不下去了 反而我们要更努力去做 更多的人是支持两岸的文化的融合 支持两岸支持中华文化 支持中华民族的 参会嘉宾认为 两岸同宗同源 台湾民众的生活习惯 民俗传统 价值体系都和大陆相一致 媒体应该担负起责任 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真相 了解大陆对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台湾地区应该有一半以上的老百姓 从来没有来过大陆 他们对大陆的印象是留存在 民进党给他们做的愚民政策 现在在台湾许多的讯息都已经被扭曲了 那么民进党它实际上是为了 它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后去做出这样错误的事情 甚至去篡改历史的事实 去误导两岸发展的真相 两岸的媒体人在这时候 要肩负一个最大的责任 跟历史的使命 就是做正确的报道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大陆 走的这个整个的道路 是我们都相当肯定的 在科技的发展 各方面的发展 改善民生 现代化 都取得很大的成就 就是要从自己的眼睛 自己的这个脚 走过的地方 看过的地方 透过我还有一些 这个发表的平台 那么尤其对台湾的同胞 台湾的社会多传递 所以我觉得交流就是好事 参会嘉宾认为 两岸媒体要加强交流 建立合作渠道 共同创制内容 特别要重视新媒体合作 两岸基于相同的文化根脉 当民众接受的资讯 价值判断观点相一致时 彼此之间就能更加了解 两岸融合也能更进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